韩丽摇了摇头没有说话 当时他是亲眼看到焦三等人出逃的 李元鸠都没能拦住 所以肯定是不会被抓的 而他试图联系焦三 所谓的自然是能够从他口里边探听到 关于南宫晚的消息 可眼下不知为何 焦三却始终联系不上 对了 金童呢 他又跑到哪去了 老大闲不住 可能要去偷酒喝了吧 话说这儿的酒可真是馋人啊 小白看了一眼耳饰外面 一边说着 一边口水不禁流了下来 韩丽文言不禁柔了柔眉心 既感觉头疼又有些无奈 这醍湖山别的本事没有 在酿酒仪式上 功力还真是远在忽颜道人之上 他们不仅以各种仙淑灵果为料 酿制出了上百种不同滋味的鲜酒 更是针对仙界女子修士 酿制出了一种名为 妩媚娘的特殊鲜酒 这妩媚娘并无其他鲜酒内般浓烈的酒气 却因其酒色清亮 入口甘甜 饮之令人神魂微晕 进入一种误昧欲睡的偏然境界 故而深受女修士的追捧 金童来到此处 没多久就发现了这处仙酿 一事之下喜爱她不行 两个人正说话间 一个脚步虚浮的身影从外面走了进来 手里还拎着一个比她脑袋还大了一圈的黑色瓷坛子 里边散发出一种混合了酒香和果香的特殊的气味 金童脸色微红 抱着酒坛子一屁股坐在韩丽的身边 大叔 我回来了 不是跟你说了 不能再去偷酒喝了吗 本仙女可没偷啊 这些五妹娘现在都是我的了 不行你看 这酒坛子上可都写了我的名字啊 金童一边狡辩着 一边把酒坛子凑到韩丽的跟前 韩丽一眼就看到上面歪歪扭扭写着两个狗爬的大字 这不是胡闹吗 若是被醍醐山的人看到 我们的行踪岂不是暴露了 被韩丽这么一训斥 金童顿11个机灵 浑身的酒气瞬间消散开来 她小嘴一撅有些恼怒地说道 暴露就暴露 整天待在这里 烦都烦死了 韩丽见状神色不禁一缓 叹了口气说 唉 我知道你不想待在这里 可是先前你也看到了 轮回殿的人闹腾完了大金元仙玉之后 那边倒是清静了 周围几个小型仙玉全都炸了锅 我们前脚刚到处于仙玉 天庭的金茶仙石后脚就跟了过来 我们现在不躲在这里等风头过去 一旦出去被围 那可就插翅难逃啊 哼 要本仙女耐着性子等 就别管我喝酒 唉 韩丽见状叹了口气 刚想说话是神色猛的一变 下一瞬间 一道白色的光柱 陡然间冲破了头顶的洞府 穹顶直接贯通下来 整个御风巨震不已 东部山根处直接崩塌出了一个方圆千丈的巨大坑线 那道从天穹上贯通而下的白色光柱 便正好将那线坑填满了 白色光柱四周旋立着五道人影 其中一个皮肤轻紫 面容肃木 两道浓眉 斜飞入病 令人望之 便心生敬畏 其身材颇为高大 身上穿着一件半身的金色鳞甲 看起来仿佛远古战神一般 微风凛凛 至于其身上的气息就更加深不可测 赫然是一名大罗静后妻的修士 其左右两侧还分别站着一男一女 其中男子看起来好似帽蝶年纪 满脸的沟壑纹路 只是一双眸子里亮着一圈金色的光痕 而那女子则要年轻许多 不过姿容算不得上加 加之脸上的神情凝重 看起来就更加不讨喜了 这两个人身上穿着的 既是天庭监察先使的服饰 站在那林甲男子身旁 神情多少有血的有些拘谨 足见那林甲男子的鸡威慎重 在三人的身后 还站着一名鼻子头泛红的干瘦老者 和一名身着金袍的中年男子 气息比这三人逊色很多 其中那名干瘦老者一脸的善善之色 眼睛时不时瞟向那道光柱下方的陷坑 满眼的心疼之色 而那名金袍中年男子呢 则是鼻眼观心一言不发 他们一个是这醍醐山的老祖 一个是处于先公的公主 在自家地界上本该是只手遮天 可是这三人面前却是连个屁都不敢放 而在这些人身后数百帐外 则还密密麻麻站着数千人 其中大多数都是处于先狱 本土的修士和醍醐山的长老弟子 而在这些人的头顶上方 则还有十名身着巡查先使服饰的天庭修士 分别旋立在虚空十方 各自守家法爵 共同催动着正中央处的一面 银色的圆镜 那圆镜之上正释放着耀眼的白色光芒 直通玉湖峰山里 那名女子监察先使看向那名林甲男子 开口说道 岳清大人 依属下看 能藏在醍醐山的肯定只是只逃不远的小老鼠 不会是鲁川峰或者天星尊者之流的敌人 您尊驾其实不必亲自赶来的 林甲男子目光微凝 眼中杀意一闪而过 怒道 鲁川峰这次竟然隐藏得如此之深 这次杀害了奉天仙士 令我们天庭的颜面大损不说 还害得本座不得不提前出关 来当着狗屁的金元先公公主 不管此处是不是他们 但凡是轮回殿于孽 都要彻底的当兵 这位名为月卿的林甲男子啊 原本是天庭的一位神官 其品阶和权势皆是惊人 此次大金元先公事情闹得实在太大 他才被天庭 从中土先狱派来统御金元先公 那当然了 之所以要派遣他来 一方面要尽快平息附近几个先狱的暴乱 另一方面呢 也是为了暗中监视和制衡九元冠 他们说话的当劲 那面悬于高空中的银色圆镜之上 忽然浮现出了一道环形符文 从其上头下的光柱 开始缓缓地收射 朝着镜面上回缩了回去 很快 三道人影就随着白光的束缚 被从地下拉扯了上来 光芒之中 韩丽并未以面具假面示人 毕竟有金童和小白在身边 他的身份也无法隐藏 天庭等人看清楚韩丽的容貌时 先是一阵惊讶随即大喜 韩丽竟然是他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